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来聊一则娱乐新闻 因为本频道是一个时政频道 所以这次破例来聊一个娱乐明星就是罗志祥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跟台湾岛正在因为台湾菠萝凤梨的事情 有一些摩擦 中国已经从3月1日起禁止进口台湾的凤梨 但是罗志祥呢 他昨天在付出首日竟然买了200箱的台湾凤梨 来表示我是支持你台湾的 我认为他这个举动绝不是偶然啊 绝不简单啊 可以看出来一方面 他是准备在台湾岛内洗白自己 我买台湾的凤梨来支持台湾人自己 支持台湾的南部的农民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来 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大陆市场了 因为现在大陆人民是群情激愤啊 结果罗志祥他反着来 大陆要禁止 我就支持台湾的凤梨 当然呢 他自己本人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的娱乐明星 他支持自己的台湾农民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明摆着你在这个时间点突然买台湾的凤梨 你就是作秀啊 你早些时候怎么不买呢 你在这个关键的敏感时间点 你做一个娱乐明星 竟然要来参合政治 政治这一趟浑水 你不要参合 不是你一个娱乐明星能参合的 你想洗白自己 想重新出山 有一百种 一千种 一万种的手法 我相信台湾人还是会支持台湾自己的明星的 当然呢 他基本上在大陆 基本上 他已经放弃了 因为你这样做 基本上等于放弃嘛 因为最近前几个月 他也是被他女友 这个大陆人周扬青爆料 说他这个男女关系比较混乱 这个有什么多人运动 说他这个 什么臀部比较发达 像个小马达 对吧 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不堪入目 所以说他这个形象 基本上在中国已经毁了 他的那些资源 什么电影资源 综艺资源都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最近这几年 在中国也是搞得风生水起 也是蛮好的 事业已经达到了第二春了 他拿到了很多的资源 因为周扬青好像也是一个富二代吧 依靠他在北京的人员 人脉 拿到了不少的资源 比如说周星驰的一些喜剧片 什么综艺节目 都是拿到手软 但是经过这个事呢 就是形象大损了 没想到他现在准备在台湾付出了 前几天还参加了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 在台湾好像是扮成一个路人 扮成一个环卫工 然后呢 请来一些台湾的网红 在西门厅做街头采访 采访了一些台湾民众 但是台湾民众其实并不是很客气 甚至骂他是一个扎篮 说你不要想在台湾付出 但是没想到他时隔十月以后 罗志强宣布付出竟然是跟一个政治事件牵扯到一起 我认为是非常不明智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他的经纪人的怂恿 因为这个是他经纪人首先发起的一个 所谓的慈善活动 就是他的前经纪人孙德荣发起的慈善活动 说要认购十香凤梨 并发起爱心激励活动 因为呢 今年三月台湾种植的凤梨就要进入采摘季了 但是呢 这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散倒苏苑种植的凤梨销咒情况不佳 而且呢中国又禁止了这个台湾凤梨的这个出口出口大陆 所以他看到台湾农民看天吃饭 这个生活泄入不确定情况 而且赚钱不容易 所以呢他决定发起一个慈善活动 但是这个时刻发起这个慈善活动 你早干嘛呢 这明摆着就是作秀嘛 跟那些绿营的民进党大佬一样的作秀嘛 你如果真的喜欢支持台湾农民的话 你就要每时每刻 每年到这个季节 你都要买台湾的凤梨 菠萝 什么香蕉 以示支持 而且你要自己亲 亲自去吃这个水果嘛 结果台湾农民现在出事了 你要洗白自己呢 你就利用这个政治世界来洗白自己 这不明摆子的事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件以后 他认购这个200箱的这个台湾凤梨以后啊 我认为罗志祥基本上就是已经放弃这个大陆市场了 他不准备在大陆付出了 因为你这个已经洗不白了 你牵扯到一个政治世界了 大家都知道 最好不要参合这个政治世界嘛 你不管是大陆明星还是台湾明星 最好不要 这个都说不清的 像以前那个台湾封杀这个梁家辉也是一样嘛 梁家辉参加了这个大陆的一个影片 就是垂帘听政 最后被台湾当局封杀 结果导致梁家辉自己没有收入了 因为当时香港电影的市场就是台湾嘛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嘛 当时大陆没有开放嘛 所以中国香港当时的电影就是主攻台湾市场 但是台湾一纸封杀令就把梁家辉给封杀了 所以搞到最后梁家辉只好自己摆摊了 他不能当演员了 后来也是一样 这个张辉妹也是一样的嘛 就是唱了一首中华民国国歌 也是被这个中国政府给封杀了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 最后露面以后呢 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已经很多后辈已经取代他了 不光是什么周杰伦还是什么F4 最后他也是非常惨淡的 他现在还是在大陆一些二三流的城市 搞一些商业吧 他现在还是复苏了 但是已经没有当年的辉煌了 所以我认为罗志祥现在搞这个 搞一出这种动作 再加上这个周杨青爆料 说他私生活很混乱 跟这个多名女艺人女化妆师 长期保持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样一来的话 加上这个中国现在正在搞一个 沉浸娱乐圈的活动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罗志祥想要靠这个事件 洗白自己在大陆付出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台湾人民也好像也不卖账 不买账 在我印象中台湾人好像戏话蛮严重的 但是这个事件看出来台湾还是蛮讨厌 这个罗志祥的这个私生活的 他不像这个欧美 欧美好像是私生活归私生活吧 这个演艺事业归演艺事业吧 很多欧美的明星 他的私生活都是比较 我不要说了 但是不影响他的事业嘛 说明台湾还是具有一点点 这个中华的传统美德 对这个私生活还是没有一个忍耐度的 所以我觉得罗志祥这个事件非常的不明智 这个是关键时间点 凤梨冲突 你买凤梨 所以基本上 罗志祥基本上在这个中国大陆就完蛋了 挺可惜的 其实我也是挺喜欢罗志祥的一些电影的 一些综艺节目的 其实他如果能够继续 这个丑闻没有爆发的话 他如果继续在中国大陆接一些影片 接一些综艺节目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天皇的 可以取代周星驰成为一个喜剧明星 或者是成为一个综艺天王 但是他自己自作自受 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再加上今天他要参加这个证据 所以更加完蛋了 完蛋完毅 好吧 今天就随便聊一下吧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